凌晨十分 两名男子边走边四处张望 其中一名灰衣男 手上拿着黑色物体 下一秒随手把东西往旁边乱丢 直接走人 原来他丢的是刚刚从保全那偷来的手机的手机壳 保全一发现手机不一而非 赶紧报警 我们关一下 门先关着 过来 趴下 警方一路追到超商内 两名男子措手不及 吓得动都不敢动 一搜就搜出好几只手机 嫌犯之后乖乖就犯 事件发生在台北市大同区 凌晨两点多 一名大楼保全肚子饿去超商买宵夜 他把四只手机放桌上 没想到两名嫌犯看到 直接摸走 后续在民权西路上的便利商店内发现两名犯嫌 并在身上找到遭窃的四只手机 不过这名保全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只手机 原来是为了打游戏而买的 才打到一半就被小偷摸走 还好最后又找回来 让保全松了一口气 民事新闻 黄霖 赖文轩 台北报导 爬下